我们前两个讲了这个文字 其实文跟字还是有区别的 文最早是它是完全的象形 字呢它就加上了一些这个形意的东西 形象你比如说这个象子 大象的象 原始它就是一个文 它就画一个大象 然后那个就是加了个单人旁呢 这就叫字 就是象这个这个人 意会出来的这个东西象什么 它本身是不是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加上主观色彩 那个是客观的文 慢慢演变吧 由这个这个加古文呢 什么商文呢 到这个就是 小转大转大转小转 就这样演变下来 包括到现在简体词越来越不像 所以说人的主观越来越强 就是失去本意失忆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那些那是很可惜的 现在很多人还要恢复这个顾问 那无非它的就是说难喜 对吧 你想反你字 难喜 它是一种规整 是一种进化 书童文 是吧 这是黄 车腾鬼 但是它方方正正之后 它就长得就不那么像 嗯 那当然说你是其他人 这个这个 就写的字 原来那个就是 画圈啊 这个这个正正圆 脚啊方 这些就不不那么 嗯 麻烦了 规整了 但是其实每个人写出来的字还是不一样 对吧 自如其人 你不一定就是好看你这个人就好 你看这个历史上有什么 秦桧啊 王庆威啊 那写字写的好 就算你 你写学他的字 偷偷的学 你敢说出来吗 所以说这个自如其人啊 我们不要说把它太夸大 你每个人经常练 他也会写的好 但是你是你是你这种 本性的这种风格 写自然的字 你写的多了 他自然 好 自成一派 这么延体流体什么 那不就是人家人家写的字 这又分门派又分宗派 这个东西你写你要觉得很难看你就 你就 你就适当的这个这个修正一下 现在都用天脑都用打字 慢慢这人他就不太练 当然这个这个写的好他也是一种书法也是一种修养 你任何东西任何事他都是一种在其中找自己的不足之处 同时他不要忘了风格 有自合自己 对吧 适合自己 有的人潇洒 你非要让他写这个方方正正的字 人家草书写的很好 对吧 有的人稍微那个什么一点 就是自由体 以前他这个字体太多了 这就是文文字 实际上 就说这些象形文 我们知道以前这个埃及 什么 包括这个古巴比伦 以前也是象形文的 包括解形文 他他都是 都是有关系的 其实啊 这个这个英文 最初 他是源自拉丁文 然后最初这些 ABCD 就是这26 他也是 有原型的 有旨意的 但是现在没有 那现在你就发明一个词汇 就是 他已经 就是完全的 这个字典不断在增后 多少有 有在此组吗 就是不停的 就是 已经 他们的那个那个 进化的更完蛋